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蘭香的店門口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是這個 是美國的古老石 那因為我們不放在店裡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那這裡是我們秘密的小空間 這裡就是我們放美國古老石的空間 那我現在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美國古老石的優點 還有為什麼會選擇用它 第一點是它本身非常的乾淨 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樣 它從外表上看是非常的白 那其實你可以仔細看 它裡面也不會有殘留任何的東西 因為它每一塊石頭在原產地採集過後 它都有經過特殊的工法清洗過 所以如果你要放到你魚缸裡面 改造井之類的 它不會對你魚缸造成太多負擔 也不會帶一些不乾淨的東西進去你魚缸 就避免你一開始換井或是造井的時候 就帶了很多污染源進去你的魚缸 會比較好 那第二點 我們在魚缸裡面的造井 素材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先有好的素材才能造好的井對吧 那我們這邊除了這種尺寸以外呢 它還有比較大的比較圓的或是平面的 甚至是加工很平面的切面的 我們這裡都有庫存 那我們這邊大約有300公斤左右的庫存 你一定可以在我們這邊挑到 適合你魚缸尺寸以及大小的古老石 第三點是它非常的環保 那它為什麼環保 我們主要從它從何而來說起 它以前曾經是海裡面的珊瑚椒鹽 就跟我們的火石一樣 那在經過數千萬年的板塊推擠後 它被推到山上 所以我們在從山上採集下來使用 就變成我們的這一種古老石 那因為我們是從山上採集下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使用這一種石頭相對下 我們就可以減少我們對海洋資源的獲取 進而去保育我們的生態 第四點一樣是比較環保類型的造景石頭 有像人工的古老石 也有人工的假火石 像是樹脂啊或是水泥 甚至是石灰岩那一種 那比起那一種為什麼會選用這一種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本身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它曾經也是海裡的石頭 所以它的孔隙來說會跟火石一樣多 很密集 這些多孔隙的石頭非常有利於消化菌 燕養菌還有微生物這些的品樣 竟然就可以達到我們魚缸生態比較多元穩定的狀況 這種美古古老石 在我們這裡主要有四種不同的形態 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這一種 這個是不規則狀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每個面都是不規則 就像我們一般的石頭一樣 第二種就比較特別的 它是單切面 也就是說 它有一面是經過人工處理過的切面 看得出來嗎 它非常的平 這一種呢 我們通常很適合拿來擺在底部 做為一個造景的基底 才不會說 你上面做好之後下面很容易垮 那也有這種比較高的啊 也有比較扁的 好 第三種呢 是雙平面 這個雙平面呢 它都是自然型的平面 它是兩面都是自然型的 你可以看到它不像剛剛一樣是切面 我們來比較一下就看得出來 有沒有 它的平面是自然型的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凹凸不平 那這個是人工切的 所以它會非常的平 然後雙平面一樣有各種不同的大小 可以提供挑選 那這樣這個就很漂亮 好 第四種比較特別了 這個是 它們跟兩隻小魚特別合作的一個系列 它是兩面都是切過的喔 它們是提供你造景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擔心說 欸我的頸會不會垮 因為兩面都幫你裁得非常的平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疊起來之後呢 上面或許搭配一塊單平面 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很完整的造景 你如果希望你的這邊突出來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造成這樣 就會有一個小懸崖的感覺 很不錯嗎 現場我們提供你一張125乘以60公分的桌子 方便你可以直接在這裡做造景 那我們還會提供你尺 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一下自己魚缸的高度是多少 就可以直接選用我們這上面的素材拿過來這裡做造景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大約花了五分鐘用這邊的素材做出來的造景 大概就會長這樣 歡迎全台的玩家或是中部地區的商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再跟我們聯絡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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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代表 帶你? 我會怎麼打的